MongoDB是这样一个数据库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然后它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 来学习哪个内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MongoDB这样的数据库 那么之后怎么安装 怎么简单的使用 然后怎么去查询数据 然后还有聚合操作备份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MongoDB和Python 如何进行交互 如何通过Python 来控制我们的Mongo 插入数据 或者读取数据 对吧 那么在学习MongoDB之前 大家还需要知道 有概念的non-soho 对吧 non-soho是什么意思呢 非关系 对吧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not-only-soho 就不仅仅是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当然在这里 MongoDB里面 MongoDB它是一种 non-soho的这样一种数据库 就是一种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那么一个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有一个图 我先来看一下 这个图呢 大家能看清楚吗 左边呢 大家可以把这一块一块内容呢 理解成一个表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表 大家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表 如此多的表 如果说我们要把数据 存到如此多的表里面去呢 我们时间得键表 直接得键数据库键表 对不对 键好之后呢 然后往各种不同的表里面 插入数据 对吧 非常非常的麻烦 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 非关系型数据库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样一个字笔 存去就好了 理解吗 非关系呢 这意思是什么呢 非关系的意思就是 数据和数据中间 它不再有这种对应关系 没有什么一对一对多 多对多的关系 数据 它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每一条数据呢 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它里面包含的 当前的数据所有的信息 都包含在这一条里面 明白吗 这就是非关系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一条数据 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一条数据 可能也是这个结构 也是这些字段 或者甚至比这些字段要多 然后只是对那指挥一样 那么这两条数据中间 它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两条数据而已 比如说就像我们爬虫 爬两个段子一样 这两个段子 就是两个段子 你不需要去考虑它们之间 比如说这个段子的一个ID 或者段子还有一个图片 图片和这个段子本身之间 是什么关系 这你都不用考虑 你把它做成一个大的字典 到时候请到一个 非关系数据库就可以了 那么为了解释 这个关系和非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就之前写了这样一个 写了这样一个 新浪微博的partual 然后爬了一个数据 然后这是大的一个字典 大家可以把钱用成一个字典 当然目前是可以解释 对吧 然后看一下它哪个字 首先有个content URL 表录是当前微博的URL地址 当前这一条微博的URL地址 这个样子 可能后面这个指 它有一个ID 然后对面还有poster name 这个指的是发帖人的名字 poster URL 发帖人的URL地址 大家可以想一下 当前这表示是一个微博的一条信息 它和这个发帖人是什么关系 发帖人和当前这个微博是什么关系 一定多的关系 对不对 一个人可以发很多帖 但一个帖只能被一个人发 对吧 所以是一种一定多的关系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发帖人拿出去 单独建章表 专门存发帖人的个人信息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就有什么呢 就它的名字 就它的URL地址 那么在这个微博的这个表里面呢 我们只用存当前发帖人的这样一个ID就好了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这是发帖日期 对吧 然后还有发的正式的文本内容 还有什么呢 还有当前这个帖子被转发的次数 是个数字 当前评论次数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否是被转发的 是否被转发是没什么呢 当前我们发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是有可能是我转发了别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Plan就是 是否是转发了别人的 它也是true or first 如果它是转发了别人的 那对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原始的发承的名字 原始的发承的URL地址 原始的转发次数 原始的评论次数 这是这些信息 这两个信息呢 和前面两个信息很像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放到另外一个表里面 对吧 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两张表 一张表层的帖子 一张表层的是人 对吧 这个人里面可能包含名字 包含URL地址 然后到时候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原始的发帖人的信息呢 放到这个地方 或者ID的放到这个地方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呢 还有at info list at info list 就是我们在帖子里面 在这个微博里面 可以at别人 对吧 at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at for art 就可以找到 相当于跟那个人喊话了 对吧 那相当于这也是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地方呢 我们也是可以不要他的 对吧 那这地方存什么呢 我一个帖子 可以at多个人 对吧 多个人呢 也可以被多个帖子at 那这是这种多的多的关系 对吧 所以多的多的关系呢 我们要存住这种关系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新建一个表 这个表专门的存关系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种中间表 现在相当于是有三张表 一张表成人 一个表成帖子 一个表成人和帖子的对应关系 就at的对应关系 对不对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看 还有一个time time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 微博里面打标签 就是警号 警号这种形式 对吧 然后我们找了 一下子能看到 那相关的所有的 帖子的信息了 对不对 然后它也是用了一个名字 还有个URL地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这种 多一堆的关系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多一堆的关系 一个微博里面 可能有多个帖子 可能有多个标签 一个标签 可以给多个帖子 多个帖子 对应或者引用 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是 比较多一堆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也需要有两张表 一张表存标签 一张表存标签 和当前一个帖子的关系 对吧 所以现在有五张表 对吧 你之后看 还有Nocation Nocation这个地方 就表示是当前 它发起的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 你可以就做一个 sortrap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装了一个位置的表 你也可以打个表存起来 都是可以的 它除了这边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图片 一个帖子 这可能包含很多图片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 一堆的关系 对不对 一堆的关系后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图片 单独的存起来 是不是 单独整一个图片的这样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 桌存图片 以及这个图片的来源 来源存什么呢 就填这个帖子的ID就好了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有七张表 我们还有评论 对吧 评论呢 是我给另外一个人 对评论 就是我给另外一个人评论 所以里面有两个人的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两个人的信息呢 比如ID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还有评论的内容 还有评论的时间 这个评论呢 大家可以看见 它是有什么的关系啊 是不是是一种一类多的关系啊 一个帖子可以有多个评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张表 来存这样一个评论的信息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需要有七张表 如果只是简单 把这样一些简单的数据 一些简单的信息呢 我们使用MySoft的话呢 可能我们需要七张表 那我们就开始的时候了 我们就得把这些数据库 以及表全部建好 对不对 那建好之后呢 后续就不能动了 因为一动的话呢 可能每个地方都要改 对不对 之前数据可能都要改 这时候就很麻烦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 使用我们的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那为什么要使用非关系型的数据库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我们在非关系数据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整个数据呢 全部通通的存在 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面了 就可以了 作为一整条数据 这是一条数据 明白吗 我们存起来就完事了 其他都不用管了 这种非关系型可以这样来做 因为本来它是 它就假设的 就是数据和数据中间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呢 在这个下面呢 还有张一张图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图呢 是这个样子 关系型和非关系型的一个简单介绍 在左边呢 是这样一个关系型的 这样一个数据库 就好比是我们有辆车 但是呢 我们会把这个车呢 拆成一块一块 比如说 有这个外壳 很浓热 有什么玻璃 对吧 有这个门 对不对 等等的 还有椅子 对吧 还有方向盘 都把它拆下来 下来之后呢 做一块一块 每一块呢 可能我们都需要用数据库来装起来 对吧 那么对于关系 非关系数据库的话呢 它都是个整体 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数据一样 它就是一个车 我们直接把这个车呢 从到数据库 塞进去完事了 其他任何东西呢 我们都不用管 那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 MangoDB 这样一个非关系数据库呢 为什么会有非关系数据库呢 因为在关系数据库下呢 它其实有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呢 它的扩展性比较差 那扩展性比较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开始 我们定义好的一些东西 后面可能改成的 就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改一个表 可能很多对应的表 都需要改 对不对 所以它的扩展性比较差 而且大数据Io下压力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查一查数据出来 可能我们要连很多表 才能把一个完整的表 完整的数据 一条数据再给查出来 连表查询 对不对 我们就查一条数据 可能我们要同时 它关联的好几个表 我们都需要从另外一条表 再读一次 读一次 读出来 对不对 但是对于非关系数据库的 说的话呢 它有的是就是一整条 我们查的话呢 只能查一次 那对于Messual的时候呢 可能它也要查好多次 那如果说它是有几十个 几百个表的情况下 就更复杂了 对不对 那更麻烦了 表结合更改困难 更改困难的和前面一样的 由于更改困难 所以这些扩展性差 对吧 那么MangoDB呢 对于自然而然 它对于有些好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的好处呢 首先是关于这样一个 一扩展 一扩展是什么意思呢 一扩展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今天 我们存的这个数据呢 有十条 可能我们最开始 装成为客人全面 我们就装了前面三条 那突然有一天 他们来说 后面这四条 你又再装 那我们就重新再去抓一下 抓好 我们直接存就完事了 我们不需要去更改 任何的数据库 或者是更改任何的 这个表 我们直接把后面数据 多添加 这几个字段 往里存就完事了 其他东西 你都不用管 直接存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一条数据 只有三个字段 另外一条数据 有100字段 这都没有关系 你直接往里存就完事了 都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刚刚也讲了 那么色谷中的数据库呢 它有非常高的读写性能 由于不涉及到年表查 年表查询 对吧 数据和数据之间没有关系 所以说呢 他去查数据的时候呢 和读数据的时候呢 读数据的时候呢 只用读一次 就能达到一个结果 那么灵活的数据模型 是什么意思呢 灵活的数据模型 就是我们不需要 提前或者预先 去为数据呢 建立一个字段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前面 MySQL里面 是不是在插数据之前 就得准备数据库 准备表啊 那其实MangoDB呢 就是非关系数据库 来说的话呢 他们都是不用的 直接插就可以了 如果数据库 如果数据库 或者这个表不存在 我们在插数据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创建 如果它准备了 就会往里插 所以说它是 非常非常简单 以及非常灵活的 而且在我们 这样一个parallel里面 它非常非常的完美 这也就是为什么 MangoDB呢 要放到parallel里面去讲 因为可能在前面讲了 前面也不用 对吧 在parallel里面呢 我们现在就非常的随意 对吧 我们也不用先准备 什么字段 我们今天 除了说 我们看到这里 网页上有十套数据 我们抓下来 来抓了四个字段 组成一个字连 那么这样子呢 手上这个网站更新了 更新成什么样子呢 更新成的它里面有二十个字段 那我们就把剩下二十个 剩下四个字段 再抓一遍 那现在我们组成一个字连 可能就有二十个字段 那么接着也是一样的网页存 对应的到时候 我们查的时候呢 只不过前面一些字连 我们只能查出 前面一些结果呢 我们只能查出十个字段 然后后面一些结果呢 可能数据量更大一些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更多的操作 所以MangoDB呢 后面学习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方法 比如增长改查呀 或者一些更高速的用法来说的话 都是非常简单的 包括和我们的这样一个 pathon的交互等等 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这个时候有同学在想 你居然帮个地域这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用myself呢 对不对 那myself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虽然它非常好用 但是它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我们把这样一种 一种数据都作为 一条数据 把它存在我们数据里面的话 那我答案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子呢 可能我们另外一条数据里面 存在也有这些内容 意见吗 另外一条数据 可能是不是也存在会有这些东西啊 而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没有必要存在这 我们使用一张表 把这个数据存在另外一张表里面 它就是拿个ID过来 相当于在这个 微博的这样一个表里面 我们存在数据里面 变得很少呀 我们存一个ID 存一次 对吧 如果说我们 当前这个微博 可能有比如说10万条 每一个条里面呢 可能都有这样一个 一句话了 都有这样一个字典的话呢 那它这个字典 就会多出10万次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10万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明明只用存一次 其他地方都存一个ID 对吧 所以说我们使用MarketDB的时候呢 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呢 它就会占用这样一个空间 这样的比MySQL要多很多 你解吗 因为它每一个数据中间都是这种独立的 对吧 这个数据里面呢 有这样一个用户的信息 那个数据里面也有用户的信息 可能这些用户 这些数据里面 用户信息都可能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大量的都包含同一个用户的信息 或者同样几个用户的信息 而它反复的就在不准的地方 不准的就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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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它占用类似呢 或者不是占用类似的 就占用硬盘 占的要比这种MySQL 这种关系数据过程真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在关系数据里面 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都是可以新建一个表 然后呢 比如说把一个数据 新的那个表里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或者在一个新的表里面呢 我们只用存当前这个数据 和这个用户的这样的 对应关系就好了 而这个对应关系呢 相比我们在这里 存这样一个 一场团字符刷来说 肯定是要短很多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是存了一二三 相比就存了它来说的话 但是从一二三占到空间更小 对吧 所以这就是MangoDB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占用我的数据量 比较多 除此之外呢 那么MangoDB呢 就是非常好使的 特别是在我们爬程的时候 非常好使的 那么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 关于MangoDB的一个操作 那么为了避免大家下节课的时候 把你又去装一个软件 装一下午 对不对 大家可以先来 把这个软件给装上去 那么当然了 大家可能 之前那个环境里面 也是有的 但还建议大家去 看一看 能不能启动起来 那么怎么碰它 能不能启动起来呢 那么大家也需要知道 是关于它的启动和mini 在我们PPT上面都是有的 对吧 大家可以尝试起来启动一下 如果发现启动不起来 然后呢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 为什么启动不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查一下对应的资料就可以了 那后来也给大家问一下我 大家下个休息室 顺便把这个 弄个地面的给它装起来